好 各位早晨 歡迎來到今天的亞洲新聞 由於大師和諸葦的同事 有不為數不少同事都要回到內地 做點事 所以今天小弟暫且延續星期六的情況 有鑑於本台近日的人手調動關係 遲下都會有新的調整 因為亦有新的強門回來了 所以到時再有新的調整方案 相信大師公務會好一點 就交給大師去跟大家宣佈了 事不宜遲 我們看看今天的新聞 其實這個星期的新聞 上星期六都還好 今個星期比較少 多數都是一些 大家在報紙上看到是否很重要 似乎又好像很重要 但是是否有那麼多問題呢 又不是 打個比方 就是這個 有一個 消防員 因為肛的問題 急性肛衰竭 所以就需要打一圈肛 但是 最後都打不到肛就去了 就是一路好走 但是一路好走之後 你有什麼可以說呢 其實都沒有什麼好說 只能夠說 近幾年 除了網絡發達之後 對於 幫人這個成本好像越來越大 以往捐一百幾十 現在就要捐光 都很嚴重 從而又可以看香港本港的 喜功捐贈率等等的問題 但是其實這些都是路身上淡 就沒有什麼好說 所以這個星期選擇就比較麻煩 但是都有的 首先第一就是金融 其實金融呢 最近在這個愛丁堡廣場 就開了這個合資大姐 八年大眼神紀念 戶外雕塑展 今天戶外雕塑展也吸引了一些人過來 其實開這個東西應該是十五號開的 只不過大家都沒有提 既然沒有提的話 就已經提一提了 就是延續之前 小弟說的那些事情 就是 博物館經濟 先看一看金融這個情況 就說 有很多的內地客 或者是本地的市民 旅客 旅行團 入場欣賞 也有些人 在湖南專程 捧場支持 為此 參加香港和深圳的 往返即日團 認為 金融武俠小說展覽 在內地和其他國家舉辦 都不多 能夠親身參與 機會難得 看回 金融其實就是 香港本地出產 然後出圈的地方 主要面向的群眾就是華人 而哪裏華人最多呢 豪武移民就是 中國內地華人最多 所以 這個金融展 能夠吸引到一堆內地客 來香港看 很多人都相信是可以的 而實際上 也有很多粉絲 就過來 一代人 有一代人的娛樂 90年代出生的人 他們會為了朝聖地買機票 去日本 然後去看他們的 動漫地區 取材的地方 其實 八九十年代 或者六七十年代的人 都一樣 他們都可以為了自己 喜歡的東西 專門買機票 過來看看 當然 因為考慮到金融的創作背景 雖然是香港人 但是他創作背景 主角大部分都是在 中國內地取景的 譬如說中南山 這樣閃閃 大家都知道 你說做不到這件事 但是 就是做一些雕塑 或者一些雕像 不斷做一塊東西出來 這樣 真的可以 所以就做了這個剪 不過 做這些剪 要小心一個位置 看看會不會變成一些 曲高和怪 特別悶 特別悶的東西 譬如說 這個剪 即金融剪已經做了 受歡迎 那會不會製造金融博物館呢 好歹來香港也是國際金融中心 製造金融博物館紀念 金融也很正常 類似的東西 以往香港也有做過 以前是活化 活化 活化所謂的動漫基地 在灣仔那邊 好像是茂羅街7號 茂羅街7號 那時候 就活化了一個 叫動漫基地的物體 動漫基地 由於它本身是一個 保育的東西 它本身的層次都受限制 因為它不能太過完全改變 內隆 在再次之上 製造了一個 廣漫的回憶 的地方 裡面主要是一些 storyboard 分鏡 一些原稿 等等等等 但是 出來的效果 其實就 真的不好 結果就是 茂羅街7號 現在都已經不再 搞 所謂的動漫基地 雖然 大家看到水牌 會看到動漫基地的 但現在 應該不再叫做動漫基地 應該叫回 茂羅街7號 然後 內隆又改建了 其他用途 大家看到有些 所謂的 博物館 它其實有些東西 是深的 它是 比較高和寡 譬如說 剛才講到的 storyboard 分鏡 台詞 如果是一些 漫畫從事業者 當然覺得很棒 原來當年是這樣 但對於遊客來說 是很悶的東西 我走過去就是 看本部 沒有東西看 那你說 有沒有些東西要玩 沒有 那時候就沒有配套 甚至就是 它本身的題材 廣漫 老實說 在現今的世界 對於大家的吸引力 不是太大 因為 類近的產品 或者 競爭產品 太多 大家一見 那些動漫基地 很多人都應該 為了衝入慢 或者衝美慢 如果是廣漫 廣漫 有些大家會覺得 很老套的 作品出來 什麼龍虎門 古惑仔 這些 就是 MK到5MK的東西 是90年代的產品 對於 新世代的年輕人來說 特別是這個 以動漫為消費主體的年輕人來說 就是覺得 太舊了 這也是 另一個問題 就是 廣漫 似乎沒有一些新的作品 出來了 或者出來了 但沒有人知道 這就很嚴重 所以 導致到 青黃不接情況嚴重 那你 產業鏈 最重要的是 顧客不斷購買 那你吸不到 新的顧客 你購買不到 那你怎麼回應呢 結果就是 搞到現在廣漫 就是常常說的 突然間死了 其實沒有事 突然之間 純粹就是 沒有人來 沒有新的人來 舊的又不斷走 即 人是會死的 對不對 我們假設人是會死的 舊那批死了 那你新的批又不進來 那你到你的產業死了 這個是動漫基地的故事 你說放在金融這裡 因為它目前仍然是一個剪 那剪它的好處是什麼 Pivot短 搞完之後 大家就會覺得 嘩 很想再搞 但如果你真的轉了一個博物館 你就要考慮一下 剛才面對的問題 譬如說一些 行內人才知道的東西 一些看起來好像很有趣 其實很滿的東西 吸引不了遊客的東西 那你相應地來說 有些什麼是可以 如果我們 建立一個金融博物館 我們有些相應有些什麼 是可以 加入這個博物館 從而令到遊客覺得很有趣呢 那譬如說 黃融那時候 就跟黃漆公 就是煮菜 那煮菜 那煮菜可以覆黑嗎 因為其實 網絡上已經有些人 就說 按著金融的食譜 重新做出來 這些其實你說 當地做一個餐廳 即是你說在館裡做一個餐廳 就是吃這些東西 是可以的 另外有一些 另外的層次 譬如說 楊國和小龍女 練功的時候 玉女心經大家都覺得很棒 但這些不是我們要考慮的東西 我們考慮的是寒冰床 對 就是寒冰床 那些人就坐下去 哇 很冷啊 然後又覺得很棒 這些是遊客相應來講 是可以體驗到的東西 然後你在一間房間 大概播五至十分鐘的紀錄片 又說一下金融的事跡 唯一的遺憾就是 金融老爺子已經去了 那你不能補拍 那你唯有把以往的訪談 剪輯 然後播放 然後就看一看 有些雕像 然後就在寒冰床賣劍 那些就是一個體驗 那可能你進去 入館之前 你可能有些衣服穿一下 甚至有些人是武術表演 就是扮全身教 打紅七弓 這些是一些方向 就是如果你弄一個博物館出來 都是回到那個話題 就是那時候我熱海城的時候 對於熱海城這個位置 就是嘆為觀止 日本有一個地方叫熱海 熱海有一個地方叫熱海城 城本身就是 日本的封建領主 為了自身統治而建立的一個 軍政機關 那你在裡面的人就在那裡住 那平常就在那裡辦公 而熱海城之所以出名的地方是什麼呢 就是因為這一座城是假的 以前熱海是沒有城的 熱海的封建領主不是住在熱海那裡 那他們故意整個城出來 就是為了騙錢的 就是為了圈錢的 而大部份人都走過被他騙 一來就是 他有了城 自然就有人想看 二來就是他在城裡面 他有足夠的souvenir 他有足夠的館床提 譬如他最底那裡 是有一個叫做武士規格展覽 但是也是那句 熱海本身是沒有城的 那你做武士規格展覽 其實是不關熱海的 因為熱海本身是賣溫泉 但是不要緊 最重要是有些東西齊 讓人們看到 那些人覺得值回票價看 有些東西看就過去看 那第三當然都是他的無敵大海景 所以非常漂亮 但是也是那句 熱海城他本身 不是一塊存在的城 他不需要考慮文化底溫的東西 他就是需要一塊東西出來 做這個東西 去吸引遊客過去 那遊客過去了 玩了一輪 覺得很棒了 很開心這樣就躍了 那這個也是香港可以學的東西 那就是 回到那句 香港本身呢 可以是沒有 就是我們中國傳統所說的城 但是不要緊 我們弄一作出來 金融博物館 金融紀念館 裡面也是 一堆山褲鞋物 然後有一堆雕像 然後有韓肉床 過去坐下 然後隨便買幾本 就是幾個健康粗 就跟你說是練了韓國十八獎 那這個也是可以考慮的一個方向來的 你要吸客嘛 就是你如果要做 做旅遊指導做城市 那特別的是你要先吸的 是本地客先 因為如果一個地方 你本地人都不炒旺的話 你不會吸引到遊客 很多的所謂的旅遊熱點 本身都是靠本地人炒起 才可以吸引到外地客 你如果刻意奉承 就特意說要吸外地客 而從而打造一塊東西出來 多數都不會成功 我們看看幾個很簡單的例子就是 東京 日本 那幾個所謂紅的地方 本身都是吸本地客 秋葉原 你說全球摘藍升地 最多摘藍在哪裡 日本 所以日本的人就去出名 外國外地的人才會走過去買 比如說以台灣為例 西門町 西門町本身就是一個紅的地方 那些人就走過去了 以北京為例 和虎仔彈街 古工 這條長期都是一條旺的街 就是因為他們本地人 支持到那裡的經濟 所以外地人才會走過去 這些都是一些例子 如果金融 有得搞的話 那就試一下吧 這個是一個試水溫的好辦法來的 但是剪它的好處就是有新鮮感 但是它的壞處就是沒有持續性 出單之後 那些人就不會因為金融來的 那你就要看一下 金融本身第一 它是不是有香港特色 第二 它可不可以作一條持久 恨久的路去做 而當然第三 你也要考慮的就是 除了金融之外 有沒有其他可以加入 整件事更加完善 那譬如說 你說到金融 你說到是合 你說到是古代 那你總有方法 可以加上中國歷史 譬如說就是金融 角色或者故事裡面 對應的時代背景是什麼 那所以為什麼主角會有這樣的反應 譬如說為什麼這麼多個 就是這麼多個主角裡面 只有兩個合器最重呢 一個是小鳳 一個是郭靖 那因為那時候郭靖所身處的時代背景 就是這個南宋期間 就是蒙古入侵 而襄陽城為什麼一定要守襄陽城這麼重要呢 因為原來看回地理位置 中國地理史 原來只有京州這個地方 即是湖南湖北這個地方 是可以經陸路走進來 其他地方有什麼合肥 那些基本上是走到死 那這些才可以看到 乾左之地的重要之處 那為什麼燒風那時候 後氣這麼重呢 就是因為那時候 就是遼國啊 西夏啊等等地方 就是風煙四起 北宋就處於一個內憂外患之中 有很多作品你要 堅持時代背景去看的 而其實 這個也是一個很好的切入點 去講這個歷史 那當然啦 金融的小說 它都有它的不足之處 那就是譬如說 你會觀察到就是 它最早的時間就是北宋 再早呢 那你就要去分月女見的年代 中間是沒有的 什麼秦漢三國啊 南朝北朝啊 徐堂啊 這些是沒有的 但是這個是一個小小的切入點 那就是剛才說到本地經濟 那為什麼要說本地經濟呢 那你看看另外一則新聞 你會看到的了 南區智庫花園商場城為止 吉舖佔三分一 周日街市沒有雨賣 那你說多糟糕啊 香港人沒有雨食 嗯 智庫南區廣場 每層22個店舖 其中有6至7家級店舖 商場唯一的酒樓都變了健診室和另一間級店舖 要求商場為住入更多商舖 解決生活所需 就作出一個辦法 那就是有些區內街坊 表示 過往一直在商場買送 購物 那現在呢 空舖成群 確有不便 那就是愈住愈差 那就是 發展商領養空了商場 都不肯減租 只是被大集團成 租地之隱流不足 迫使更多小商戶離開 這個就是剛才說到的問題了 如果你本身的地方 你來本地經濟也支持不起的話 你不要期望外地經濟進來 那當然這個是類比不倫 因為 屋邨商場就是屋邨商場 他做的就是屋邨生意 即是商場有分兩種 一種就是 賺錢生意 即是非常之賺錢 但如果是膽貴的時候 都非常之膽 時代廣場就是吃這些 那另外一些就是屋邨生意 不溫不火 但是因為他有穩定的塊在旁邊 平時買菜買飯 你也要下去買 所以你那個錢不是多 但是很穩定 那這兩個是有功能性的分別的 那但是就 現在看到就是因為經濟不景氣的關係 那就是很多的 商部做法會是什麼呢 就是想要推進去 即是一些大商場 那這些小商場基本上放棄我了 我有一位朋友 他最近就是在做零售的 那他 以他的資訊的活法 看起來就不像現在 講到市場那樣 但他曾經就說過 在銅鑼灣那裡開分店 那他問我意見 那我意見就是 如果他開 欺慎的話 那即是怎樣都會搏的了 那最後 他開了世貿 那我開了世貿 我就拋了頭 那我就說 世貿那個牆 死的 那他當時的說法就說 信這個地產商不會被牆刺 那但是前幾天我路過的時候 都覺得那個牆都是很刺的 那些地方隔斜就是隔斜 那些隔離有太多好的地方 不得心街 然後對面就是 希城廣場 那是時代廣場 走世貿的人真的沒什麼 那些隔離是大馬路 那你另一邊大馬路 不會有人下車 那你前一邊 就有SOGO擋住了 那些人就去SOGO那裡玩了 那SOGO有些人呢 就講行程的話 就不會過去世貿 那些人就可能會過世貿 那些人就可能會過世貿 但是有些客觀條件就是這樣 這個地方本身如果吸引不到 本地客的話 你不會吸引到其他人 就像你買一件事 你買一件事做生意 如果你本身的貨 你自己都不喜歡的話 你怎樣買出去 你自己本身的貨 喜歡的話 好大你都可以跟自己說 就是起碼我會買 但是如果你 連自己都覺得不滿意的東西 你拿出去是不會有人買的 那 那 講回這個商 即是叫做 屋邨商場 屋邨商場 有幾個標誌性的店舖 一定要有的 第一就是超級市場 第二就是酒樓 因為住戶會有飲食的需求 而酒樓就是看一間地方 輕不輕旺的最主要地方 特別是人口老化 現在在香港越來越嚴重了 其實很多情況之下 你都要看就是 老人家喜歡的東西 在當地市場 佔得多不多 而飲茶 是普遍 叫上了年紀的人都喜歡的東西 那不是說 上了年紀的人一定喜歡 或者不上年紀的人就不喜歡 我自己都很喜歡飲茶 但是這個是一個指標來的 而它居然連 即是酒樓都沒有的話 那就非常嚴重 唉 那就是 因為都是那句 你看回現在的情況 第一就是 地主一定不肯減租 不肯減租的情況之下 你的商戶只能夠考慮 第一就是你減低你的利潤 但利潤有時候都已經減低了 比如說有些經營食市的商戶都說 月租是兩萬元 但是現在每時的生意 每日三至四百元一天 那你還短會打工 那我寧願不做 而且收支都不平衡 那所以呢 這個是壓縮 即是叫做 利潤 另外一個就是加價 但是加價人家都有 另一個方法 要是北上 要是網購 那所以呢 這個就會寫一堆 但是寫一堆 你歸根舊底 都是有一個問題 就是租金的問題 那租金的問題之前都說過 就是業主為何不肯減租呢 一減租 銀行就叩貨 那你又站在那裡 那所以呢 就即是不肯站 死都不肯減 不肯減 寧願丟低 丟低便是空舖 而空舖你空舖得久的話 那個地段又會跌價 或者那個地方 本身叫旺區 現在都變了不旺區 那你到時又是跌價 只不過你是快速自責和慢性自責的分別 有什麼 就是 無論如何都會死 那這個就 只有那句 是貢業來的 那就是 看開一點 嗯 那當然 就即是 有些地段 本身是黃金的 但是呢 就因為一些 凹凹凹的問題 似乎有些變動 那譬如剛才說到的就是花墟 剛才沒有說到 不過新聞說到 是的 那就是最近呢 就是 事件局呢 就說了 打算把洗衣花墟道 重建 那就是 那 重建之前之後 大家也知道 有很多的工作 那包括就是 安排一些人走 然後就空了那個地方 重建 那對此呢 就是江玉歡議員 那就是選委界的立法會議員 也都是 平時發聲沒有多議員 那就是 發文就說 這個的方案呢 就是 將一個發展最成熟 最有保留價值的地標的落刀 令人摸著頭腦 拆了一個市民八十幾年的心血 花傷辛苦建成的雙圈 那怎麼說好香港故事呢 那什麼叫文化 什麼叫保育呢 那這個就 嗯 都有一句啦 其實我某程度上 都是很同意江玉歡議員的看法的 你的地段本身是黃金的 你的地段本身是吸引了本地客的 然後有沒有外地客 無名而離離花虛的 那所以 所有地方才輕黃 然後你無緣無故就跟他們說 喂要拆了 然後散了些人 散了些人之後 你的地方重建 重建回來了 那你那個地方rebuild了 第一首先你那個地方 停了幾年工 那些人不去了幾年 習慣了那個地方沒有幾年 你再重新叫那些人回去 是懶的 第二就是 人是逐水草移居的 那些人一走了 你叫他再回頭 他未必肯 有些人本身就是做開 有條路就繼續做 但是突然之間 有一天跟他說 不用做了 那他就想 嗯 是時候休息一下了 然後你之後叫他再做回 就未必再做回 那所有的事情就軟了 那當然 有什麼情況是可以越過這個的考慮呢 就是那個地方危流很多 或者那個地方真的有危險 或者真的有重建的必要 那這個你就是要 就是政府要考慮的 因為政府考慮的 除了賺錢啊 地標啊 文化保育之外 他最重要的考慮 都是人民財產生命安全 那這個是政府的基本的義務來的嘛 那所以就是 看這個東西 本身有沒有一個 叫做必要的 保育的空間 那就是香港的新聞 我想都差不多這些了 就是比較 沒什麼說 那所以 都是說一下 一些 國際一點點的東西 那什麼耳疤 對 最近聯合國兒童基金會 就說 而且你在加測地區的進攻行動 奪走了大量的人生命 其中包括 一萬三千名兒童的生命 那就是數二千名的兒童 就在戰爭中受傷 甚至就是聯合國兒童基金會 都說 無法確定他們 在哪裏有哪些可能 還在艾力之下 那在實際其他衝突裡面 幾乎沒有見到 如此高的兒童死亡率 那高兒童死亡率 最主要原因是 因為加測的人口密度非常之高 那導致到 那個兒童死亡率 就是那個比率都很高 那另外一方面 就是 義軍的進攻行動 都非常之瘋狂 那首先要 澄清兩個五區先的 第一就是聯合國 很多人會認為聯合國 是一個叫做 高級行政機構 它可以有強制性的命令 去命令某些成員國 去限制它的行為 如果不是的話 去派兵攻打 那這個是 就是 自12月7日以來 大家理解得最嚴重的問題 就是聯合國它本身是 不是一個 金字塔式的官僚機構來的 所以它沒有權去命令其他的 成員國 它是一個合作機構來的 它負責通報 或者搭平台出來給大家吵架 我們經常說的五常 是聯合國安理會裡面 五個常入理事國 就是 中國 美國 俄國 法國 英國 而他們五常 或者聯合國安理會 它的平台用來做什麼呢 就是 一些 關系到國際社會的大使 就是 給這四個五大強國 在上面講數 如果有一件事 是你底線的 你投反對票 你不贊成的 你投氣權票 你贊成的 大家就在這些 講數的情況之下 不斷說不斷說 聯合國只是提供平台給大家 它沒有任何命令的能力 所以 同樣地 聯合國是沒有軍隊的 包括那些所謂的 維和部隊 都不是一些 很強制性的軍隊 而且它這些都是 成員國本身提供給它 所以 聯合國的 它在一些 戰爭危難裡面做到的 是什麼呢 就是呼籲 讓大家更多關注這件事 那你本身是無力的 但是 這個就是 國際工作 它可以做到的事情 第二就是 為什麼這麼多的商亡報告 只提到婦女和兒童呢 是否男人不計人呢 其實當然不是 但是 因為婦女和兒童 我們在理論上來說 它不是戰爭的主要參與群體 通常參與戰爭的主要群體 是男性 特別是青年或壯年的男性 有些可能是中年的男性 甚至有些可能是老年的男性 但是多數都是男性去做主導 女性和兒童 我們普遍上不當是戰爭主體 當然是有例外的 譬如同兵 或者黑寡虎 那些車神戰爭時期 有些女性的恐怖分子 會帶著一些炸彈 然後就披著黑加沙 黑袍 然後過去自爆 但是大部分 或者叫做一般的時候 沒有這麼逆端的時候 兒童和婦女 都是被視為受保護的對象 而他們的高死亡 也都在某程度上 意味著 第一戰爭的慘烈程度 第二就是 敵對雙方 對於平民設施 或者非軍事設施的軍閘程度 或者對於附加傷害的無視程度 和一般人的想法不同 其實戰爭法 或者武裝衝突法 它是允許平民傷亡的 但是呢 它是有一個 它這個定義式叫附加傷害 簡單來說就是 你打擊的軍事目標 是不是導致到你可以足以 無視這個平民的傷亡 去到這麼大的地步 如果有一些合理的解釋的話 根據武裝衝突法 它是容許這件事的 最簡單的例子就是 是兵工廠隔離的一些住戶 它有些住戶 有些可能是工人 就是兵工廠工人的自己本人 或者是親屬 你軍閘的時候 你就 因為那個是兵工廠 你可以透過毀壞 它去獲得 停戰的其中一個方法 相應來說 你的附加傷害就是隔離的工人 你這件事可不可以接受呢 在武裝衝突法上 是可以接受的 你軍閘了 那你可能會有些傷害 你可以有些 預防性的措施去做 譬如說 你軍閘之前派傳單過去 或者有廣播 或者你說明 那個是重點 軍閘地區 疏散人 或者你不做也可以 那你軍閘 但是這些是負加值傷害 而 而 乙軍 這次為何在加沙內 那麼多爭議呢 就是因為他軍閘地區 普遍上來說 不是軍事設施 或者軍事設施附近 當然 乙軍也有他的理由 就是隔離那些 即哈馬斯 他是隱藏很厲害的 或者哈馬斯 沒有一個所謂的 可以打擊的對象 所以 相對來說 他的 Causal Damage 就比較多 甚至他就說 這些人就是哈馬斯 女人是哈馬斯 小孩是哈馬斯 那些公仔都是哈馬斯 所以我照樣炸 所以導致這個傷亡的高企 另外一個 看到的情況是甚麼呢 就是很多聯合國 醫院和學校 都成為了 乙軍的軍閘目標 甚至是攻擊目標 因為理由就是 那些是哈馬斯的藏身地方 或者 乙軍宣稱就是聯合國 允許哈馬斯的人員 進入這些地方 那學校和醫院 一般在武漢衝突法來說 都是被視為物許 不允許攻擊的地方 除非 除非 除非是甚麼呢 有 敵對的人員 在裡面 作出敵對行為 包括開火 所以 這個軍閘是合理的 所以 乙軍 每一次炸之前 一定就說裡面有哈馬斯 然後 進行一個軍閘 這個就是聯合國 在整個中東 或者更多 中東 即是叫做 工作裡面 面對的最嚴峻的挑戰 那 所以呢 造成了 一萬三千的兒童死亡 你換算一下 大概 人員傷亡 應該會是 五萬左右 死亡五萬 死亡五萬 因為之前有數得計的 七千個兒童死亡的時候 大概有二萬的巴勒斯坦人死亡 死亡是二萬的話 那你受傷就剩下三倍 六萬受傷 加上八萬 那如果現在死亡是五萬的話 那就剩下三倍 那整體加沙巴勒斯坦人的傷亡 可能會達到二十萬左右 也就是說佔加沙總體的十分一左右 那這個已經是一個很吃驚的數字 舉個例子就是 擴展之期間 中國的商網人數 大概是三千四百萬左右 而當時中國人流是四億 也就是說 幾近是十分一的數字 那就是說 加沙面對的情況 就是類似當年的慘烈程度 而比較得人驚的就是 因為這個事件 大概是在半年裡面去做 那也是那句 這個是一個小小的類比 你是不是完全套用下去 是不是的 因為加沙的人口密度非常高 那這個是其中一樣 那另外就是 那時候就是 就是 一個例子 那你可以看到的是什麼呢 就是在這個情況之下 以色列和美國 就一直就 叫做有些 不對 那因為剛才說到就是聯合國的一個平台 那它沒有強制能力 那但是為什麼 那些人這麼熱衷 仍然在這個平台發聲呢 就是因為 很多情況之下 有一些國際壓力 而國際壓力 真的可以改變到某些東西 那特別是 現在美國是處於 這個大選之年 的情況之下 那麼多的國家施壓給它 它是有壓力的 導致到現在的情況出現了 那譬如是什麼呢 就是美國 民主黨籍的美國參議院 那當數黨領袖書密 那就是在之前的議會裡面 就發表一個 加沙戰爭以來 前所未見最嚴正的呼籲 那就是就說 以色總理內塔利亞胡 將個人的政治存亡 處於國家力之上 和極有合作 妄固加沙平衡相望 它的政府已經不再符合 10月7日以色列的需要 沒有人期望 沒有人預期它會採取 斷截暴力循環的必要之為 甚至就說 內塔利亞胡成為了 阻礙和平的障礙之一 也聲明 美國政府應當要求 以色列行事 就是以兩國方案為基礎 不應該一面倒地支持 反巴勒斯坦國的偏執 狂以色列政府 意思是 你要問一下自己 是不是要改變路線 選舉是唯一出路 巴拉巴拉巴拉 這一段是 非常之 非常之嚴厲的措辭 甚至 罵得非常之強 而其另一層身份 也為了這件事加強了很多 就是 舒默 可以說是 美國史上最高級的 猶太裔獲選官員 既是官員 亦是獲選的 即是獲選票的參選人 所以他說的話 既有政治正確的成份 亦某程度上代表著 票員的基礎 更加代表著 美國官方的態度 因為 舒默 他是民主黨 而他事先說話 你說有沒有跟拜登通過氣 那很明顯是有的 拜登之後都說 即是 讚同 即是 理解或尊重 舒默的說法 亦都說明拜登是事先之前 那就是 而 而舒默他本身在參議院 同來都是拜登的忠實 政治夥伴 來的嘛 那所以呢 就是說 他講這個話 就算你說不可以完全代表著 拜登 或者代表著美國政府 也代表著相當一部分人的態度 甚至就是 美國 對於以色列 甚至只是內塔利亞會 這個人的看法有沒有什麼改變呢 結合之前提及過的很多東西 包括美國想 伊巴拉停戰 哈馬斯想停戰 以色列不想停戰 所以搞了一些麵粉大屠殺 這些做法 其實 一來 你在國際上 已經獲得很大的 譴責和輿論的 左右 二來就是 你會見到 美國和 以色列 內塔利亞湖 他們對於 結尾遊戲的看法 是有嚴重的分歧 而這些就是 一些例子 就是怎樣去改變 他的看法 三來就是 這件事實在太過 在輿論上太過 影響太大了 即是 十月七日之後 以色列的報復行為 直到現在大選之年 你現在不要搞著我 你搞著我的話 我還要怎樣 我還要做 所以拜登 就怎樣也要動一動 即是 旁邊特朗普 說了些什麼呢 其中 即是他沒有就 以巴說了很多話 他就說到明了 我不會一個崩子 都不會放進烏克蘭 那拜登 他在外交上 也要有所讓步 他不會拒絕 繼續贊助 烏克蘭 那他唯有去做什麼呢 就是 適當控制一下 以巴這一邊的外交 那這個他是一個 選舉動作 其中一個要做的事情 就是 警告一下以色列 之前說到很多次 就是以色列和美國的關係 就是小國綁架大國 以色列就利用自己的事業妄為 去綁架大國 即是美國為他背書 而美國為了背書 也都承受了好好的政治壓力 所以導致到今次的一個講話 就是 要 即是 即是 直指內塔利亞湖 甚至是否說內塔利亞湖要下台呢 剛才也說到 選舉是一個選擇 一個出路 那你見到 措辭都非常非常之強硬 那 即是兩邊都 即是 你見到 就是 有一個 可能性是 美國想內塔利亞湖下台 但是 內塔利亞湖下台 是不是代表著 整件事就叫做 End Game 呢 當然不是 因為內塔利亞湖 甚至內塔利亞湖 他代表著 並不是他自己 他代表著一群人的看法 整個李庫都真是一群人的看法 那 你下台 第二個 尚未一樣 即是內塔利亞湖 那時是接哪個班 接沙龍的班 沙龍接哪個班 摩西大洋的班 摩西大洋接哪個班 摩西大洋接哪個班 摩亞夫人的班 摩亞夫人接哪個班 整個猶太 但復國分子 整個猶太人 極有主要他 在建國以來 根深剃固 那你可以怎樣 你不可以怎樣 那美國知不知這件事 他當然知道 只要純粹找個人 祭旗 找到塔利亞湖下台 找他祭旗 祭完旗之後 會不會改變任何事情 不會改變任何事情 只不過美國需要 過了這一關 選贏了 說什麼都行 實際上就是什麼呢 美國和以色列之間 曾經有沒有試過關係 落到兵點 是有的 終於是近代的事 當代的事 奧巴馬上任之後 他曾經就一些 關於耳巴的問題 在安理會裡 投棄權票 也就是說 他不支持 但他的反對 沒有之前或之後 站得那麼強 導致有一些關於耳巴的議題 就是對以色列不義的議題 在安理會裡過了 為何安理會過這麼重要呢 第一就是安理會 象徵著大國的意志 其實看回你也知道 常任理事國 固然是世界的五大強權 非常任理事國 都是一些世界的強權 德國 日本 巴西 這些都是區域大國 或者是強國 那你負責上 象徵著他們的意志 即是 那時候 美國投棄權票 其他人就投棄權票 那你過了一些事情 就令到以色列很不利 那時候 以色列就說 跌到冰點 順帶一提 中東事務上 安理會的代表是阿聯酋 但是你過不利的事情 跌到冰點又如何呢 到後來就回來了 因為始終美國和以色列 就是一個共握的關係 以色列就是一條黏魚 他要幫忙在中東搞亂局 要製造危機感 導致到 即同樣都是阿拉伯世界的 沙特阿拉伯 巴林這些五個國家 他要透過 效忠 或者跟美國交好 獲得一個同樣地都是美國保護圈的內部 從而令到以色列不會借它 所以 只要中東一天存在 或者中東一天的地理位置都是這麼戰略性 而它的石油資源都是這麼戰略性的情況之下 美國和以色列的關係永遠都不會倒下 除非什麼呢 就是美國收了皮 以色列需要找另一個老闆 他就可能找到新的老闆 但是做法也是一樣的 就是以色列會不斷地在那裡 宣洩他們的暴力 從而到中東 有一個非常不穩定的局勢 迫使到其他人 就要找回同樣的老闆 去照顧自己 看著小弟啊 不要等旁邊的那個來咬我 我們是一夥的 這樣 所以呢 這個 譴責內塔利亞湖 是一個祭期的行為 短期之內 可能也有一些小小的改變行為 但是長期是不會改變的 你想想奧巴馬那時候 投起權票 不撐以色列夠爆啦 結果不一樣 特朗普上台之後 立即承認以色列的首都 是在耶路撒冷 現在不是的 雖然以色列不承認 但是我們一般公認 就是他們的首都在拉特維夫 因為耶路撒冷是 很宗教意味 所以那時候大家都不太承認 或者不敢承認 而特朗普就承認了 你的首都在耶路撒冷 那雖然 雖然實際上 都仍然是特納維夫 那 立即補回一張這樣的票 那同樣地就是 內塔利亞湖 下台 新的人上台 先不說他會不會 所謂的和平分子 上台之後 美國政府都會這樣支持他 甚至不是拜登政府支持他 特朗普政府支持他 都是一樣的 始終都是 那個關係 或者那個核心 在那裡 美國 美元的核心 就是和石油掛鉤 石油的主要出產國 除了美國之外 就是中東 他要透過控制油價去 令到美元 有一個強勢的購買力 他就需要一條黏魚 走過去 搞亂中東 令到沙特有危機感 從而依靠美國 那沙特知不知道這個狀況呢 他當然知道 特別是因為一身能源的興起 所以他要做一些改型 所以你看到 最近和中國很多的眉來眼去 甚至香港都坐到東風 走過去找StarterR 或者贊助 等等等等等等 但是 這些是一些表徵 因為 沙特一天未結構性轉型的話 經濟體未結構性轉型的話 一天都要靠這個 不健康的關係 去獲得資金 但獲得生存權利 所以 內塔利亞胡 最近打了拉法 很多的譴責 會出來 但是 等大選 對 大選過了之後 美國大選過了之後 說不定要重新產生 只不過就是 為什麼這麼多人 會不滿這件事 就是這麼多人不滿內塔利亞 會不會再咬他 現在突然咬他 第一 選舉近了 你們應該多一回過去 第二 選舉近了 大哥 你是不是不能忍手 你忍小朋友 我撿回家裡的東西 搞定了 當我選之後 我會代薄你嗎 但現在不是 你要走過來給蘇豆屎我 你停下三個月行不行 這樣 所以就只是 找他出去祭旗 但是 還是那句 利庫德集團 內塔利亞胡 他是 以色列的其中一個 代表 民意的代表 內塔利亞胡打拉法 不單是內塔利亞胡 自己想打拉法 很多以色列都想打拉法 他們需要的就是 一場孫子 一場報仇 所以呢 他不會等的 照樣打過去 都是我去啦 如果到最後 都知道 離不上分的 那你唯有怎樣 喊完交威完就算了 第二天就死死地氣 哄回和解 冷戰幾天 之後 約一間餐廳 約回 買禮物 哄回老婆仔 這些是常規操作 同樣地 美國就是 借下內塔利亞胡 譴責 譴責 再譴責 他不知 不知 大選過了之後 走過去 避免武器 避免資金 然後重收 顧口 然後穩定相關關係 就是這樣 局勢 不會因為一兩次的譴責 而從而有大的改變 那你說會不會因為這次的譴責 導致乙軍 放緩進攻拉法呢 嗯 我偏向不會貴多 因為戰在現上 我不得不乏 始終 內塔利亞胡 都要對自己國內有些交代 以色列就是這樣 他只會對自己國內有的交代 他不會考慮他的投資人的感受 即是你美國給錢我還你美國給錢我 為何我要顧你美國的感受 神經的 我的銀行放在這裡 你給錢我 是你的應份 是你的福氣 你還要我想你的感受 有什麼搞錯啊 那這些就是 以色列人的 獨特的 地區機制 我只是喊這麼說 那就差不多了 就是這樣 多謝大家 你這麼說 還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